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日前出访俄罗斯 参加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不过这是李尚福短短四个月内二度前往俄罗斯 此外再加上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 也有出席这次的会议 三国合作互动密切引发国际讨论 谈的应该就是有关国防跟安全合作的议题 尤其李尚福他本身是军工产业出身的人 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有没有一些 国防产业或军工产业的合作 甚至于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面 那可能也需要中国的协议 当然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等于说在俄乌战场 它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所以这三个国家在一起合作 就变成一个新的指标 这三个国家他目前正在建立 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的机制 很明显的中国俄罗斯反美 或者是反制美国的影响力 进入东欧进入中亚或者是进入印太 是有共同利益的 跟这个俄罗斯合作呢 那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提升 它自己本身的国防产业 第二个呢就是透过军售 或者军备贸易的方式 寻求白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 有没有更需要更多的东西 不会单一的议题 第一个当然就象征性的军事外交 或者是让美国或西方国家认为 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在冒猛 那实质性的就是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协助解决 他们有关军备 或者因为参与俄乌战争 军备短缺 中国当然也希望从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得到更多的高科技武器 然后提升他们的武器发展 那再来呢 开始出售军备 然后从俄罗斯跟白俄罗斯 取得一些经济的利益 二百联盟秘书长梅金财夫 之前在国际军事论坛上强调 呼应将李尚福出访俄罗斯 视为特殊事件 但他也表示中国俄罗斯 以及白俄罗斯三国国防部长齐聚一堂 可以说是实践三边的合作关系 那很明显的就是三个国家抱团 但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国家抱团 如果说存在一个叫反美集团的话 过去大概轴心国家 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北海 那现在已经慢慢增加了白俄罗斯 等于说过去俄罗斯 然后其他都在三个国家 都在亚洲 但现在东欧已经另外有一个重要的 美国的这种桥头堡 那当然对美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变成邪恶轴心 或者是反美的阵营 那谁是领导者 领导者就会成为美国的首要的敌人 目前俄罗斯跟中国 有没有这个能力去抗衡 或担任反美领导者这个角色 目前看起来俄罗斯忙于俄乌战争 中国应该是不希望 因为他慢慢发掘 他跟美国的军力 或者他现在进行衰退 他整个综合国力也落后美国很多 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认为他们会很高调的 或者很积极的抱团之后呢 对美国展现出强硬的姿态 中俄拉邦结派动作频频 虽然中国并未明说 但挺二之心似乎已经昭然若揭 28号将登场的美日韩领袖峰会 又会如何应对逐渐成型的对抗势力 美日韩感觉已经形成好像新的三国同盟 但是自从中国开始采取对外扩张 或者是对于北韩 然后朝鲜报道的核武问题 他根本没有努力的去挂起 或甚至纵容北韩拥有核武等等 所以已经让韩国至少在文在寅之后的隐习越 因为已经认清你要靠中国来解决北韩核武问题 是不可能的 那全世界唯一能够用核武 嚇阻北韩的国家 或连带的嚇阻中国家 那只有美国 这个东北亚的情绪 它可能不是只有单一是在朝鲜半岛 它有可能北韩针对日 所以促成美日韩的同盟合作非常重要 虽然日本跟韩国不一定要结成军事同盟 但是有一个总同盟的关系 将来就有助于美国在这个区域 在处理军事冲突问题的时候 三方的安全合作 或者是三方的联合作战 或者是不一定要同时代表作战性的任务 它就有很多无限的可能 这样就可以强化美国反制跟因应 在东北亚区域产生冲突的能量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 因为不堪这个战争长久的负荷 所以双方战争停止 但是俄罗斯已经实质占领了这些领土 那就对俄罗斯影响不大 反而会鼓动这个俄罗斯跟中国 在对外的领土主权争议的解决 会采取更进一步合作的行动 那当然就会对印太这些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那越是这样就会更加的依赖美国 或者是强化跟美国的安全 学尔认为目前全球战略格局 将受到沃尔战争结果影响 而国际逐渐发展出 两大集团相互对抗的局势逐渐明显 双方角力再升温 备受全球关注 记得张文珍采访报道